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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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去惠康看到 又減價貨14元兩碗韓國麵 一於買來試試 究竟好不好吃 在惠康買的這兩碗 14元兩碗麵 就是7元一個 第一個就是韓式粒 泡菜 拌麵 裡面有一包醬料 辣醬料 還有一包泡菜 我覺得這個比較划算 因為它是有真材實料的泡菜 首先吃這個 吃下去 口感有酸酸的味道 還有有泡菜味 有些小小的泡菜 用來送點麵 也算是營養均衡 有菜 也有麵 如果想要 加些肉 就可以自己開罐頭加進去 第二罐 韓式部隊鍋 雖然它是說是部隊鍋 不過其實沒有部隊鍋 有很多豐富的材料 而且重量方面 泡菜的拌麵 就是會比部隊鍋拌麵 不是 這個好像是湯麵 我都忘記了 所以呢 其實呢 我去惠康買的鑑隔貨 的時候 有很多泡菜拌麵 但是呢 我又想買兩個不同口味 試一下第二樣的味道 所以才買了這個韓式部隊鍋 味道 所以呢 整體來說呢 其實一餐 吃兩個杯麵 是很無益 是很多蠟質 很冷咸 對身體有很大影響 還有沒有什麼肉 沒有什麼菜 對身體有影響 如果每餐都是吃杯麵 會令你有營養 不均衡 我也是比較喜歡吃泡菜的拌麵 因為泡菜的拌麵 會比較鹹 多一點辣醬 你可以看它的色澤 它的顏色也是比較紅 因為呢 其實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ASMR MOKBANG 很多韓國人都是吃的很紅的 很辣的麵 這個 黑色的 部隊鍋面 它的顏色就是很白 就是沒有什麼紅 所以呢 如果大家想拍攝播的影片 盡量吃些紅色的食物 例如 韓國生辣麵 韓國火雞麵 泡菜那些很紅 還有韓式炸雞 裡面都是包上紅色的甜辣醬 這樣 令到別人看起來 就會很有視覺享受 不會太忙 太單調 吃到 可能因為太辣 那些韓國撈麵 吃到我嘴都紅了 好啦 如果大家喜歡 可以like subscribe 還有share 還有加入會員贊助 好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啦 喜歡就繼續看我慢慢吃這個拌麵 都幾辣 其實一次吃了兩個麵 吃了兩個杯麵都算飽 不過我建議大家都是 要買些配料 例如炸雞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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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食啦 魚蛋燒賣 那些去送我拌麵 這樣就會開心一點 不要好像我這麼笨 連續吃兩個杯麵 就當一個lunch 好 下一條片再見啦 Bye Bye Kenny Close 去到最後 最後我終於吃完整碗麵了 整體來說這個麵是很難吃的 就是不好吃的 所以建議大家不要買韓國的碗麵 一定要買辛辣麵 要有泡菜一點 還有顏色包裝會比較紅 不要買太淡味 要做部隊鍋 要用韓式辣醬 這樣做出來湯底才夠紅 顏色夠鮮艷 這樣吃下去才夠開胃 好了吃完啦 拜拜